在告知流姓嫌犯相关权利后 粗暴特勤队将他上手靠脚疗 然后押往新北极士林地方法院归案 30岁的流姓嫌犯去年涉嫌持有改造手枪 还强压逼迫欠债在民众取款 遭逮捕后于交保期间却弃保逃往新加坡 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特别与新加坡政府合作 由新加坡警方以流姓嫌犯护照与其违反移民法为由 将流姓嫌犯驱逐出境 再由刑事局干员在桃園机场将他截压到案 这也是台新警方首度合作 让外逃的通缉犯返台受审 流姓嫌犯在117年1月在新北市汐止区 遭警方查获持有非自制手枪及子弹 对于同年4月间涉嫌6片在乌人士 桃園市某操商内 限制被害人行动自由 并要求被害人驾车返家取款 期间出示子弹机弹夹 要求被害人配合 经被害人趁机报警才幸免于烂 为流姓犯案后 搭击逃逸至新加坡 并遭新北极地方 及士林地方法院发布枪炮通计 行至警察局既打击犯罪 无国界之决心 透过驻新加坡警察远落官 协助推动台新共同打击犯罪合作 将流选弃捕归案 流姓的通缉犯 他因为在新加坡的签证已经预期 所以新加坡警方依据这个理由 把他驱逐出境 那我们刑事局国际科也配合新国警方 那我们在机场把他接押到案 那并且把他解送到士林地方法院 那在此也感谢士林地方法院 协助注销这个流贤的护照 让这个流贤在新加坡 没有合法的旅行文件 那所以新加坡在他违反民法的情况下 把他驱逐出境 据统计目前还有8400多位通缉犯 潜逃海外 刑事局方面表示将持续提供 勤资给当地国家 并加强国际合作 让外逃通缉犯回台受审 以有效发挥法律制裁的力量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